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穿过山蓝间的浮云 这里是新竹堅石厢的新乐国校 19-19二度重极台湾校园 新乐国校五年假班的这堂数学课 得改成视讯数学课 演练停课不停学 没想到廷瑞回到家 打开平板 才是考验的开始 先是上课用的软体打不开 家里也没大人 能够及时帮忙 接着是网路讯号 时好时坏 原定下午1点钟 数学课要开课 无奈时间 已经快过了60分钟 有时候网路会咔咔的 然后老师讲话听不到 有些同学都不会进 天乡学生学习进行试 继续追踪海拔一千两百三十公尺的 桃园复兴区巴伦国校 巴伦国校五年级的学生杨德恩 正透过远居教学上英文课 这里是他家开的餐厅 偶尔还要帮忙招揽客人 山上孩子的教室 今年有人在餐厅 去年有同学在果园 华市新闻杂志团队连续两年 深入桃园复兴区 拉拉山的巴伦国校 已经升上五年级的田云 此刻正坐在街边的阶梯 上文化课程 政府推动班班有网路 深深用平板 但对偏乡学生而言 拥有一台自己的平板 仍是遥远梦想 4月8日 全校近两千人的桃园男士国小 上课到一半 突然宣布停课 那一天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接到通知之后 确定好停课的时间 跟复课的一个标准 发生的时候 附近的药局 几乎都买不到快塞十几 而周一的时候 全校就正常的上课 确诊者班级停课十天 其余师生停课七天 一间学校部分班级复课 另一边教室还在空荡荡 疫情下 儿少身心更需照顾 远去教学迈入第二年 这场教育改革正加速向前迈进 我觉得这是教师跟学生 线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合作跟进步 但是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 在学校上课 老师其实是一个引导者的角色 我们把学生自主权交给他们之后 其实他们对于学习的参与度 就不会是旁观者 远去教学像是一场马拉松 孩子们得用耐心 毅力主宰自己的比赛 不论下一堂课在哪里 秉持学习的热忱 勇往向前 坚持到底 而考验还在持续 华视新闻喜顾雅外 卢松佑专题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